律師諮詢費我要付嗎? 哇,這我覺得是一個也是蠻棘手 就是回答起來蠻棘手的問題 那當然身為律師我會認為當然是要付諮詢費 可是客戶會說,可是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可不可以不用付諮詢費 其實我可以跟你share一下我現在的做法 因為其實我現在就是很多客戶來 很多網路上的朋友來找我問問題 那有時候依照他們問題的問的方式 我會再就是用大概兩秒的時間來決定 我要付諮詢費,然後要收多少錢 所以我覺得問問題的方式很重要 譬如說今天有一個客戶他來問我說 我現在持觀光簽證入境美國 我想要轉換成綠卡,我有什麼方式? 這種一聽起來,我就想到 OK,可能有八、九、十幾個方式吧 我要從哪個方式開始跟他講 但我光這樣想我覺得這個資訊實在太多了 我不知道從哪裡著手跟他講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給他一個請你付諮詢費的一個方式 一個這個,就是已經寫好的一個 message 就說OK,你現在問這個問題呢 需要很長的時間去做一個分析 然後讓你自己本身的一些背景什麼 我要先了解我才能夠給你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所以我會跟客戶講說 其實在這裡跟大家講 我覺得像這種問題就是一個不好的問題 因為這種問題通常都會直接有諮詢費的問題產生 譬如說台灣客戶問我說 我想申請E2,該怎麼辦? 那這種問題就覺得說 OK,你該怎麼辦? 就是有很多事情要開始討論要著手 所以這種問題就會需要付諮詢費 那我就直接給這個台灣客戶一個請付諮詢費的一個訊息 那如果假設我把這兩個人的問題 再做一個下一步的就是怎麼講 refine 把它變得更精準的話 第一個客戶可能他可以問說 我現在是觀光簽證入境 你覺得我除了結婚以及用工作申請之外 有什麼大方向可以往綠卡的方向走 那這時候我可以說 投資兩個字回你 這就是免費申請 免費諮詢 因為這我就不用收錢 那如果你之後想說可以投資 那你自己去做一些投資方面的 投資移民方面的這個 research 然後之後再來問我一些更 更就是精準的問題的話 那我可能又不收費 可是如果你說投資移民要怎麼辦 那我就立刻又要就是給你一個收費的資訊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問題精進就很重要 那譬如說如果人家打電話問來說 我有一個很quick的question 因為很多那個就是講英文客戶 都會直接很快說 I have a quick question 那如果他的quick question是說 申請綠卡更新多少錢 那我剛才講540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掛電話 那這個我就不用完全不用收費 那在臉書上來找我的這些客戶 問問題也是有同樣的道理 就是只要問題問得越精準 那這個諮詢費就越有可能不用付 所以問問題非常重要 對 就是看你問得夠不夠精準 知不知道你想要問什麼很重要 對啊那我覺得你要付諮詢費之前 你要想說這諮詢費是否是可以被退的 就是說像我今天如果收客戶諮詢費 像剛才講的E2的客戶啊 或者是結婚綠卡的客戶 如果一開始我覺得他們問題都問得非常廣泛 那我可能收一個100塊200塊的諮詢費 那之後他們如果來找我們辦案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100塊錢退還給他們 那譬如說如果我的這個收費是2500 那他們已經付了諮詢費 那之後收費可能就2400或2300 那這樣子的話呢 也算是沒有諮詢費吧 就像你剛才講的 這個其實到頭來講也是沒有付諮詢費 因為全部諮詢費已經算在律師費裡面了 那我覺得這是比較公平的一個方式 因為如果之後這客戶他去找一個更便宜的律師來幫他做 那這時候至少我給他的 我貢獻給他的時間也有收到一定的報酬這樣子 嗯 是非常有道理 對啊所以我覺得諮詢費要付嗎 這是一個我覺得當然是要付啊 那我覺得要付多少呢 算是好的諮詢費呢 我覺得通常諮詢費50 有聽過有人收80 也有人收150 那200我覺得要看要花多少時間來理清你的問題 所以就總歸剛才一句話 你的問題很重要 如果你的問題讓人家覺得要花兩小時才能夠好好回答的話 那大概就是200塊錢的諮詢費 那如果你的問題是15分鐘可以回答完的話 那你的諮詢費可能是50元或者是80元 所以我覺得問問題真的很重要 在問問題之前可能要先做一些研究 然後讓你的問題能夠 更有精準性 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之內被回答的話 你的諮詢費就會相對變低 那可是如果你 因為通常一般能很快回答的問題 能夠得到的實質的這個價值也會相對的減低 因為如果你都只能夠問yes或no的question的話 那之後你能夠了解一些事情 還是會需要有就是比較長的解釋 所以呢我覺得你可以先把你要想要問的問題都列出來 做一個總結之後再去問律師說我的問題是這些 那你覺得這樣的話水準費是多少 我這樣子律師可以給你一個比較合理 在合理範圍裡面的一個公平的價格 所以你覺得律師諮詢費要付嗎 可以留言然後給出你的評論你覺得要不要付 yes subscribe 你是加入這個channel 然後問更多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錄更多的事情來回答你的問題 是 你可以在評論下面給Jack留言 看你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就錄這個視頻來回答你 好的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bye